由於兩個趕快的擠壓 有一些比較破碎的地方 然後會有一些陷落的情況 造成了一些叫所謂的浮泉盆地 那這個區域就是會比較常有地震的發生 今天凌晨3點24分的時候 氣象局的偵測到一起有看地震 那它的規模有達到了5點9 它的深度 震源深度17.9公里 它發生位置是在花蓮縣政府東方 大約59公里的地方 那各地震度的情況在花蓮和平有到市集 宜蘭市也有到市集 那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桃園市 這些地方也有到山極 這次地震它發生的位置 在電體構造來說的話 它是在隱墨帶的地方 那是菲律賓海板塊隱墨到歐亞大陸板塊的那個位置 那它是在隱墨帶的那個前沿 就是我們在這個地址上來看的話 就是在隱墨帶一開始的地方 那會有一些 由於兩個趕快的擠壓 有一些比較破碎的地方 然後會有一些陷落的情況 造成了一些叫 所謂的不全盆地 那這個區域就是 會比較常有地震的發生 最近一次的地震的發生 是在今年的1月3號的時候 它的位置也跟這次地震的位置很接近 那深度也蠻接近的 那從大約1983年以來 在這個區域也大約偵測到了8次的地震 這個規模都會有達到6 而是在裡面 是一杯 對 請假鈴帽 由啞 阿 海 看 我是那一人 是 可以嗎? 我Ты不忍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